好來 大家起來 明星鴻 加油 OK 一 二 三 四 接下來張招 預備 二壘大賽正式的開始了 一個選手要跑兩個壘 從本壘出發的是彭正銘 二壘出發的是潘虎雄 兩邊目前似乎是不相上下 交到國敏仁跟張家浩 白隊稍稍快了一點 目前幾乎到第四棒 幾乎還是一個誤獲的狀況 現在是第四棒的陳元甲跟鄭達鴻 現在是輪到紅隊的王興銘跟楊森 這下子就狀況大了 這時候紅隊要靠陳志遠 最後的一個扶兵要加快一點腳步了 但現在白隊領先的一個幅度 實際上是比較多的 這時候 有一點點戰略性的 雙方的差距似乎又拉近了一些 頭顯得反而是紅隊 是加快了一些 目前是朱鴻森跟胡佳龍 已經快要接近到最後的兩個棒子了 紅隊已經交棒給了黃聖偉 白隊則是牛隊的張建民 張建民做手快速要往前推進 張建民 黃聖偉 黃龍胤 現在就最後一半 黃聖偉跟黃龍胤 這時候我們看到一個還是紅隊 稍微快一點 一個從本類 一個從三類 一個從本類 紅隊 紅隊最後逆轉勝 最後逆轉勝 這個過程實在是太細細性了 哇 這個真的是 這個跟 在這一次的明星賽當中 預測相當神絕的中間 預測的過程滿像的 但是又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呢 這個中間確實是有跳棒 但最後跳棒呢 居然還能夠獲勝 不過看起來關鍵的是 白隊喔 中間有一點點是比較輕敵 稍微要耍一下 讓這個比賽氣氛更加的接近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最後是 關鍵是在第九棒的黃鎮偉 還有這個排隊的這個 張建民的部分 國民的部分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應該是 應該是林志聖那個部分 林志聖完全是 不是 他滑咧 他滑下去 然後跟這個許勝傑的交接 變得是他要給他棒子 拿不過去 對 還有一點林志聖一開始 因為拉開了 所以他就慢慢跑 他運動精神不夠 好棒水啊 沒有 恭喜中教練 恭喜中教練 神準中教練 真的兩邊都掉棒了 開始還是紅隊先掉 你們又有耍爛的 反正中間有一些怪招就對了 所以這個過程也滿精采的 所以楊教練在這一次的這個 紅白明星戴當中 也是扮演了一個明明燈的角色 跟著他板過來猜就對了 連這個都可以猜錯 謝謝 好 當然這兩邊的一個 精采的一個表演 然後也立刻進行了一個 頒獎之後呢 明星紅隊呢 終於在連輸四年之後呢 頒回了一層終止了 一下